美方蓄意攻击一国两制,抹黑香港国安法,妄议香港民主自由状况,干预香港特区司法,滥时签证限制。 有关行径公然干涉中国内政,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中方强烈不满,坚决反对。 必须指出,涉案反中乱港分子的所谓初选,严重挑战香港特区限制秩序,严重危害国家安全。 该案其他31名被告早已认罪。 香港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职,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,合理合法。 中央政府对此坚定支持。 我要强调,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,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。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,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 不得以任何方式插手干涉香港事务。 如果美方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,中方将坚决反制。